3月21日至22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评会在北京举行,经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南徽朗西莫凡山遗址,湖北京门曲家岭遗址,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河南郑州商租书院街墓地,陕西青建在沟遗址,甘肃李县四角平遗址,山西货州陈春辭遗址,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陈川遗址。 此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山东遗水跋山遗址群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矿野遗址。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兴灿表示,该遗址群构建起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是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 因为它的年代呢,完整揭示出距今十万到两万年的一层方面,在时空上完整展现了古人类联系发展的历史进程, 揭示了网更新市、华北、华中、乃至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一致性。 还有呢,就是对建立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秩序演化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连续的文化堆积,无间断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均展示出本地区人类的连续发展历史进程, 清楚地展现出山东地区乃至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秩序演化发展的路径。 这个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解决了很多的学术问题。 备受关注的南海西北路坡1号、2号沉船遗址入选此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四川大学杰书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介绍, 南海西北路坡1号、2号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 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 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 我们都知道过去很多套发现都是在近港、近海地区。 这个离岸的航行路线,昨天我们专家族讨论的时候, 就认为它有可能跟这个郑和夏西洋重新的问题,就是小族重叠的。 它完善了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 实证了中国鲜明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链条。 专家表示,此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空间范围空前, 围绕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取得了重要成果。 包括入围的,比如许家岭的项目,包括永城的王庄项目, 都是距今5000年到4000年这个阶段。 可以看出各区域生产发展,手工业发展,然后阶层分化, 而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相互的联系。 还有一个就是都城的考古,郑州商城的书院街, 商代前期的大型的都城当中, 首次发现了规模大等级高的墓葬, 而且出土了完整的一套青铜器,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黄金,黄金面具的出现, 为我们寻找三星堆金面具的来源, 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和路径。 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当然还有这个磁窑等等, 墓葬,大型的祭祀遗址,然后水利工程, 然后手工业等等,应该说全方位反映着 中国5000多年文明的一个缩影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